綜合理的居民常年以來 保重畜牧場所產生的兒竅之苦 讓他們身心俱疲 都希望業者不能一直支持 危害地方環境與民眾健康 為了改善中和理胸木堂所產生的二臭問題 本日上午先遠 陳怡寧也要極限服環保局及農業處人員 前往進行突襲式的稽查 希望找出問題點 儘快還給地方民眾 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 因為中和理長期以來 就是南方到哪裡來就有品種草味 是可以讓人控制台灣上朝的交流度 所以感覺在鄉親來說 感覺他們沒辦法吸收這種草名 再來就是這個草味 換到整個中和理真的是沒辦法生亡 所以我們今天突襲檢查 來到這間叫做義法 禮拜後我們發言說 他所有的設備 包括費水的處理 或是治療的管理是非常非常的差 我們可以做你去更新 不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你很認真在做 但是做不好你也知道 你又同樣棒 你不可以這樣啊 仙玲遠陳怡寧也認為 畜牧場業者違規情況 造成地方保守兒酬之苦 希望有關管理部門能夠加強稽查 說不能做改善者更要勒令停業 在這裡我們真的要保養 保養我們的政府單位 真的有辦法給他們輔導 我們就要給他們輔導 如果真的沒辦法 只要關就要關 因為不可以說因為 這兩個人 他們的利益的關係 要去影響祝福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在這裡非常嚴重的 一定要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必須要請我們的縣政府 要拿出魄力來 議長和宋峰也認為 畜牧場兒臭擾民的問題 不僅影響居住環境 跟危害健康 呼籲政府有關部門 要善盡職責積極稽查與輔導 來改善問題 保障綜合利民的權益 記者羅一凱竹山採訪報導